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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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枪三人行 这个先给你们看几张照片啊 就是飞姐都号上这个少年派的奇幻旅程了 谁是飞姐 王飞啊 王飞啊 就就就这个你瞧 这什么 就life life of p嘛 就派嘛 这个飞姐说加了一个G 就是life of pig 给自己这么玩笑一下 这也就说明少年派之火呀 你再看下一张 哎 现在人家问李安 说是不是照自己照自己的模样选的 李安承认了 他说是 他说小时候的理想啊 总会选择一个跟自己长得像的 当然如果能更帅一点就更好了 事实上大家认为李安比这个少年帅 哎 年轻的李安啊 再看下边 李安56岁的李安 为了拍这个电影 考到了潜水执照 哇 你知道最近 真的下去啊 那当然了 考潜水执照 所以你知道最近演艺圈就是叫什么呢 咱们叫正能量 哎呀我非常烦这个词 非常 但是呢就非要这么说 说有几个榜样 李安是一个榜样 为了拍电影考到潜水执照 再有一个是一代宗师的张震 嗯 练八级拳嘛 嗯 因为王家卫一句话 就说要练真的 所以张震几年来练八级拳 最近得了在沈阳得了八级拳武术比赛的一等奖 哦真的 哈哈哈 一等奖 所以最近俩俩俩榜样 但是这个少年派啊 很有意思 我最近这几天呢 他的前期宣传不算铺田盖地 对对 甚至李安也没有预期 他觉得 他觉得电影公司的人都提醒他 是对票房不要预期太高 又一次像泰坦尼克号一样 老家给他挣了钱了 泰坦尼克号的3D啊 中国票房超过了这个美国票房 这一次少年派仍然是 中国其实就是第二步了 少年派在中国的票房超过了美国的票房 是吗 对3D 就是说然后呢 李安表示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 然后呢就是 哎呦种种人跟我说种种的好 好奇怪哦 种种人跟我说哎呦这什么人 哎我说李安这个人哪 这真够可以的就是 我见到过就是不同年龄的说 小孩子满足了 小孩子看不懂没关系 小孩子现在也不要看得懂 这一看这么奇幻就值回票价了 做做的这个效果 嗯是吧 喜欢哲学 喜欢宗教的人就说 哎呀终于看到有人 这个讲讲讲讲上帝了 或者讲什么的电影了 搞也搜 搞搞也搜了 这个香港人讲话 讲耶稣了 而且还是还还甚至聊呢 说中国你看开明啊 终于允许一部讲讲讲上帝的电影 都都都来了 嗯 可是 我也听到一些人 哎 我就发现呢 是不是李安的脾气跟北方人不太调和 嗯 我碰到一些北京的文化人 嗯 表示看不下去 嗯 就说尤其是认为前前面那点太沉闷 太冗长 说这就跟李安的性格一样 这个人太肉 所以拍的电影啊都肉 你看哎 徐老师对对对对此好像很有感触 你说哪方面 这个电影啊 电影好看啊 好看 电影好看 就是符合我的一种美学理想 就是说各个不同的层次的人都能看 他你仔细想想他有很深奥的道理 但是呢 就像你说的 你看个热闹 你看个漂亮 也好看 而且跟现在吹的其他几部电影 不在一个境界上 嗯 不在一个境界上 而且我觉得李安本来他不只是这部电影 就是亚熟共赏 或者什么 他本身就是一个 我觉得华人 现在当前几个中文华人导演之中啊 他是最奇怪的一个 奇怪是什么意思 他是一个 你甚至很难说他有什么中文 作者性格 你想想看他拍过什么电影 什么都拍 对 他是一个什么题材 到了他呢 他也能拍 武侠片他拍了 色戒他拍了 段贝三他拍了 呃 这个以前《隐食男女》他拍了 然后《冰封报》他拍了 讲美国中西部小镇那种故事 他也来拍 英国经典文学那个他也搞 那个绿怪人 美国漫画英雄他也搞 而且他几乎搞什么 也都不差 就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导演 对你 因为你一个像 professional的导演 对 但是他又不是那种 纯商业导演 就是拍到 就能赚钱为止 所以他很怪 你比如说像王家卫 大家很想王家卫是这个路 你知道 你想吴宇森是这样的 对对对 胡孝贤是这样的 杨德昌是这样的 贾张哥是这样 都清清楚楚 但是你这一句话 李安 always surprised 对 你拿李安放在这 那他是干嘛的呢 你觉得这很奇怪 咱们聊这个正好 我是说这个位置正好 为什么呢 他没看过 可他看过小说 嗯 咱们俩是看了电影 可是没看过小说 对 所以这个事有意思 我我就觉得 这个李安的这个电影吧 他能拍到一个多异性 嗯 这也是我见到的 有些啊 北京的文化人 不喜欢的原因 嗯 是不是他们喜欢痛快 就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到底想干什么 而且甚至你比如说 我见到的 有的不喜欢的知识分子会说啊 他这里边就反映了哲学问题了 嗯 说我是无神论者 我不喜欢看宣教 我不喜欢看这个宣道的电影 我不喜欢看传教的电影 对吧 可是李安这个电影 那哪里是宣教嘛 你这个 你就看宣教去看 那真是看错了 那你觉得他是在说什么 呃 我自己最大的感受 看了这个电影以后 就是他人就是老虎 我看完了这个电影以后 我我现在在想 就是说 想我认识的人 嗯 想我的同事 想我的朋友 想很多的 除了特别情况以外 嗯 我觉得就是那个老虎 那个老虎啊 它包括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它力量比你大 所以它能吃你 嗯 所以你第一个阶段 你得自慰 你得保住你的生命 别给吃掉 对 反过来来讲 如果碰到一个弱一点的呢 其实你是老虎 对 就碰到这样去吧 那第二步呢 你保卫了自慰了以后呢 你就要利用一个特别的情况 就那个船上 你要你要给他好处 你要养他 你要给他恩惠 让他听从你 指挥他 就是或者利用他等等等等 第三呢 渐渐的你就会 产生了一个幻觉 觉得你们之间同奏共计 嗯 你们是患难与共 实际是幻觉 你们是有兄弟之情 这故事渐渐就像 狮子王啊 什么冰上司机啊 美国的迪士尼卡通片的方向 去发展了 像些冰心方向去发展了 可是最后 瘦骨伶伶的老虎 这是这是 这个整个故事里面 在我看来是两个点睛之处 一个就是瘦骨伶伶的老虎 头也不回 进入丛林 嗯 第二就是他父亲 一早就提醒过他的那句话 你在他眼里看到的所有的同情 什么有爱 善良 都是你的倒影 嗯 这就是第三个就是你的倒影 哎呦 你知道就是 我就看到这样一个故事 不同的人 不同的解读 有时候啊 这个艺术到了一个境界啊 就是多异性 多异性甚至李安自己不愿意说破 你知道现在他们跨洋采访李安说 你到底是在说什么呢 他就说啊 你们就好像是那两个日本保险公司的 对 非我就像是那个派 对 你看他说 可是实际上你知道坊间呢 连那个密码都出来了 你看到没有 手机上他们发给我看 就是说啊 说这个星星 实际上实际上上这船的都是人 星星后面那个故事 星星是派的妈妈 然后呢 是厨子又杀死了那个谁 然后又吃了那个妈妈 然后老虎就是派本人 老虎就是派本人 最后你知道甚至说的那个神呢 就是说他们去到的那个奇幻小岛 嗯 说那个岛啊 是他妈妈的尸体 那个岛上不是很多 他叫那种小动物叫什么湖蒙啊 满山遍野都是啊 他说那是尸体的那个尸虫 尸虫 所以这个岛哪来的解读啊 网上的解读 说那个岛啊 是吃人岛 最后说实际上是妈妈的尸体 吃人岛 而且甚至他们在电影里边拍出来啊 那个岛的夜景不是闪闪光的吗 侧面是一个女人平躺的侧面的那个形状 说不信你找来的电影镜头看看 最残酷最残酷的一个解读 就是说其实主人公最后不得已是吃了他 他母亲的身体只剩下一个牙齿 对这发现了那个岛上 他不是发现那个花一打开是个牙 实际已经就是饿的进入幻觉了 吃了妈妈都都都已经精神错乱了 但是最后看到那个吃剩下那颗牙醒过来了 然后呢赶快逃得生路 我欣赏他作品能给人那么多奇幻的想象的空间 但是我的解读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 真的可能跟李安无关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的解读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份乱将无尽共酒 选择节能 选择安全 热水器升级换代 我选领导品牌 美的空气能热水机 液入国家节能惠名工程 空气能选美的 科技是品质的源泉 责任是品质的保证 品质改变世界 三亿重工 传厂千年酿造工艺 历经天宝洞藏 红花国色 将相典范 《红花朗》 文道 你这看过原著的 对 因为那个时候 它刚出没多久 英文版的时候我就看过 后来因为我要做节目 我就看了一次那个中文版 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 因为你们刚刚说的那些解读 因为这个书出了很多点了已经 那它现在是个大作家 Yan Martel 那么当年布克奖给他讲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很受欢迎大家评论 我没有见过关于书的评论 提到刚才那些观点 所以我很好奇是不是 电影拍了些什么很不一样的东西 而且我也好奇说 这个电影的前半部陈闷指的是 它还没出海的那半部 对对对对 这个我就觉得有意思了 为什么呢 因为就连这本书的中文版 他前面请了一个评论书评家 写一个序言 一个我们中国人的书评家 推荐这本书 那这本书还是好几年前出的嘛 中文版 那这个书评家呢也这么讲 他说前半部很沉闷 这九十多页应该可以删掉 但是这个我就很好奇 怎么可能呢 就是讲那个记者去采访那个人的这一段 对对对对对 你们讲是这一段 因为小说里面呢 他整个前半段 这个小说大概是三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航海的部分 第一部分的长度啊 几乎集得上航海的部分 那第一部分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他家原来做动物园嘛 对 他对动物园的看法 对对对 他跟动物的感情 对对对 然后他小说怎么同时信三个宗教 对对对 电影都有 对对 那在我看来这整个部分是非常必要的 对 是非常非常必要 因为在这个部分的基础上 你要了解到这整个小说的主线就是 神跟动物还有人的关系 这个三角关系 那所以这个小孩Pi 他必须是一开始就要把他这整个关系铺架起来 而且那个铺架本身也很精彩在我看来 嗯嗯嗯 然后呢这个小说我觉得到了后段呢 我的解读是这样 我的看法是 他是要透过在 他等于是个三角形 他是在人跟动物跟这个老虎在船上相处的时候 这两点要找到那第三点 就是上帝或者一个神的关系 嗯 或者一个神圣的超自然的 那个是什么 但是那个状态并不是我们永远都能够追求得到 或者每个人都能经历到的一个神的存在 或者一个很高的一个存在的一个状态 我们感觉不到看不到他摸不着他 所以透过人跟动物的相处 我们去求那未知的第三点 哦你看 然后呢 所以这小说是有一种精神上的追求 但是他是不是真的是 正能量 对 但他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宣教呢 我觉得完全不是 他是 我宁愿说他是对于某种的精神的探讨 这种倾向的探讨 是 比如说你一个写宗教的小说 不一定是宣教 那杜斯特尔夫斯基写宗教大法官 那难道是在宣教吗 当然这个是很文艺片的了 就是但是你看我倒觉得啊 他李安呢 觉得中国读者 中国的观众啊解读最多 比美国的解读都多 比欧洲的解读都多 所以他说啊通过这件事我意识到啊 我还真的是个亚洲导演 因为什么 你像你刚才有你的见解啊 我的见解啊 我觉得他最后再说了一个什么呢 你看这个电影能拍到这么一个恍兮呼吸的程度啊 就有点像老子说的那个玄之又玄啊 众妙之门 就是那个就是恍兮就有一个东西在那里 恍兮呼吸其中有像 就是有一个东西在那里 但是不知道无以名状 我不知道说他是什么 没法去解释他 可是好像啊 比如说他跟老虎 对看那个海上的星空 你觉得那能没有什么吗 一定是有个什么的 可是那到底是什么 其实你说你看到了这个 我最后又看到了个什么呢 我看到了一个老子里面所说的天地不仁 就是就说如果真有一个什么东上帝的话 那么他也是天地不仁 是万物如鱼鱼鱼鱼鱼 就是就像佛经里经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如是如是 就是是这个样子 是这个样子 就是你看人人性就是这个样子 动物老虎临走的走的时候 头都不会就是不会头 就就是这个样子啊 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在所有的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里面 你会觉得有一个东西 他又是那么美丽 李安的最妙的地方 他用浪漫美丽写残酷现实 那么浪漫那么美丽 背后是一个就像你说的 其实这个老虎瘦灵灵的回到他 我们说就像你说的这个框架是这样 直到最后老虎进森林了 我们才想起他爸爸早就跟他说过的 你看到的所有的那些友好的东西 只是你的幻觉 嗯 那么你说是上帝爱世人吗 好像上帝有人的这种感情吗 会产生这种这种问题 所以只要回到我看小时候 就会觉得前半部之所以重要 因为他这个小孩奇怪 他姓三个教 因为他在三个教上面 看到了三种不同的宗教品质 嗯 但是他也说的很清楚 这三种宗教品质面 对他来讲最重要的还是印度教 因为他最初是个印度教徒 而印度教徒的那个宗教概念 影响了他的宗教世界的框架 印度教那个宗教概念是怎么样呢 这小男孩拍很早的时候就说嘛 他说在我们看来梵天是什么呢 梵天是接触不到的 梵天你能够我们所有人类的语言形容词 慈悲 智慧 残暴 无情 冷酷 这些语言都能够说到他一点东西 但是都说不全 他超出所有的语言在上面 他跟我们所有万象跟人跟动物都有关系 嗯 但这个关系是什么呢 也搞不清楚 我们一辈子要寻找的就是往内回溯 找这个关系 所以这个印度教对他的影响是最根本的 所以你看他后面这个旅程 嗯哼 其实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 我不知道因为小说的话 这点就非常清楚 啊 这是个灵性的小说 很灵性的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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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叫藏陈阳 经典江湘 喜酒 叫藏一九八八 来 徐老师 这个电影我自己喜欢 但这个电影在中国大陆引起这么多人的兴趣 尤其是年轻人的兴趣 这个非常值得思考 也是对我来说有点意外 沈从文在五十年代初的时候 他讲过一段话 他说过去的二三十年 是一个思的时代 思想的思 接下去我们要进入了一个性的时代 相信的性很准的二三十年你从五十年代算起 一直算到七几年是一个性的时代 那么如果以他这个比方来说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出这段时间 我们是由不信又重新进入了一个思的时代 八十年代对不对 然后最近的二十年呢 我朋友私下说是一个既不信也不思的时代 有人这样发老说 现在中国人他信什么呢 也不思 可这部片子给我觉得我们看上去不信不思 其实还是想信 至少是在思的时代 我觉得这个电影给我这么一个歧视 但是你要说这个孩子们 我以小人之心度小人之福 不是有人说那个富人跟人家小人 小人是指的小孩吗 我觉得还没那么复杂 就是说一方面呢 当然对这个神秘的这种这种东西的寻求 是人的人心当中的一种本能吧 但是我觉得年轻人主要还是他这个 好看好看奇幻老虎 这楼他那个阿凡达都夸他呀 不是阿凡达阿凡达那个 阿凡达那也挺超越 你这是挺真奇幻的 阿凡达都很支持他 就是说他那个阿凡达那个做的纯粹就是呈现奇幻 而李安把他做真实了 真的老虎啊 真的一样 他看不出假来 所以这就又说回头 中国电影的制作问题 视觉效果问题 你真的是 哪怕像李安这么文艺的导演 人家都是这么强调视觉效果 这就连带着又说到中国的工业水平的问题 你的视觉效果 你的工业制作 达不达得到这种程度 做了四年还是五年呢 四个真老虎啊 我看完以后 第一个查的就是是真老虎和假老虎 后来他说部分的是真老虎 有水的那些部分 是真老虎 那其他的用四个真老虎轮流上阵 假老虎就是那些技师 就画很多就是一点一点这么 而且真老虎在 使得做假老虎变得非常困难 而且在这里啊 形式跟内容高度结合 高度结合了 他那个那个真真假假 使得我们当我们看到的老虎跟他睡在膝盖上 那么很很奇幻友谊的时候 最后他又是丛林规则走掉 你看这个内容跟这个东西也是也是这个真真假的 所以说这个李安玩什么东西啊 他有个中国也是 他第一不就是儒家言教教育出来的吗 有个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东西 就是不显山不漏水 其实他的电影过去就是以晦涩出名的 你还没看他那个拍那个武德斯托克音乐节的电影 那电影都演一半了 这音乐节还没开始了 你知道吗 而且在在租一块地啊 没错 什么搞什么 你想想那个断背山 你要是那么看也挺灰色的 他就是那么包括卧虎藏龙 他不是那种就是 他讲究的是啊 就不显山不漏水 慢慢的来慢慢来 你像那个 巴塞隆那那风格 对 你比如说他做这个这个特技 也是啊 就是你看不出来你以为老虎是真的 他不像阿凡达是那样的技术 那样的刺激 炫技 炫技的 他是把这个技啊融合在这么一个 直到那个岛上才让我们进入了奇幻 一些奇幻 才知道这是魔幻浪漫主义 他选这个小说也选得很好 因为小说本来就提供这个框架 对 就一路原来海难的时候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馆文明启示录